琉璃语万用词 小次又大用 英语大不同 琉璃语万用词 英语思维加核心画面词 说出任意场景无障碍表达 我是星辉老师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 在上节课当中啊 我们学习了这个词叫 GO 以前我们以为它只是去 但是上节课我们会发现 它的意思可多了啊 它表示的是整个物体移动的一个过程 从开始到持续 再到结束 我们是完整的一个闭环 那今天呀 咱们就跟着星辉老师 把GO的剩下的画面 我们也全部都学习完 接着的第四个用法呢 表示的是移动的过程 就是运行 来 先看看句子 My car won't go in fog Fog呢是大雾 我的车呢在雾天里是没法干嘛呀 你说开车怎么说呀 是吧 你说这车它自己开怎么说呢 我们老说drive the car 但你会发现哈 当我们在说drive a car的时候呢 我们的主体是somebody drive a car 是某人去开车 但是如果说车它自己不走了 车它自己不开了 它动不了了 这词怎么弄呢 其实就是运行嘛 所以我们用了go这个词 好 连起来 My car won't go in fog 好 那如果是在泥里边 这个船走不了了 是吧 突然遇到了一个泥 或者突然遇到了一块石头 就是什么呢 My boat won't go in mud 是吧 这些都可以 好 来我们再往后 活动进行的很顺利 那是不是说这个活动 整个过程比较不错呀 那还是可以用go吗 因为activity是单数 所以我们go呢 变成goes 连到一起 the activity goes very well 当然你要问我哈老师 这个活动进行的很顺利 它已经完成了 那为什么不用它的过去是went呢 好 如果是完成了 你确实是可以用went的 那么在这儿用go是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这个活动每进行一次 每次都很顺利 说明它已经是一个什么呢 已经是一种习惯性动作了 能理解吗 OK啊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the activity went very well 是它曾经举行过 并且很顺利 如果是the activity goes very well 表示就是每举行一次 每次都很顺利 来 咱们继续往下说啊 she says everything is going smoothly 她说呢 每一件事情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就是它发展得非常的丝滑 she says everything is going smoothly 这个单词我特别喜欢啊 我也分享给你 叫做smoothly 就丝滑的 顺滑的 中间没有阻碍的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词 我说一切可好呀 如果你想回别人 一切安好 我们翻译成英文就是 everything is going smoothly 好 咱们再往后走 on the go呢 是go这个词表示 持续进行的过程 衍生出来的一个词组 表示啥呢 忙个不停 你看on是啥呀 我们之前去过on的画面啊 on呢 表示落在什么上 对不对 这样一个平面啊 这样一个事态 那我不断的on the go 落在了进行的这个状态上 是不是有一种 小老鼠在一个平面上 不断的跑呀跑 跑呀跑 所以on the go就是 忙个不停 very busy 看句子 I've been on the go all day 我整个一天都是落在这个 不断的进行这个上面的感觉 就是我很忙 所以如果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是I'm very busy 字面意思 即你想那个样子 一个是I'm on the go 很有画面感 你选哪个呢 我肯定选第二个 好 来 我们现在听一个原生片段 在生活的爆炸当中 Leonard和他的女朋友 Penny 有这样一个对话 我们来听听 他俩说了啥 I meet him at his hotel first thing tomorrow morning then we're on the go all day long 好 女生呢 跟男生先这么说 I meet him at his hotel first thing tomorrow morning 说呀 明天早上 我和他在酒店 见面的第一件事 是什么呢 I think tomorrow morning then we're on the go all day long 就是 we're on the go all day long 我们整个一整天 都有事要忙了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么在这儿呢 他俩那会儿 还不是男女朋友呢 所以他作为一个男闺蜜 跟自己男闺蜜 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来我们再听一遍吧 I meet him at his hotel first thing tomorrow morning then we're on the go all day long 好 来咱们接着往后 看两个练习 你先自己试着做 一会儿听我来讲 OK number one 我没法启动这个复印机 什么叫启动呢 就是我不能让它 进入到这个运行的状态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 其实是一个词组啊 这个词组叫做 get something to do get something to do 对吧 我比如说哈 复印机是copier 因为它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动词啊 动词叫copy就是抄别人的 或者复制 对吧 那么get a copier to go 就是让这个机器去运行起来 再比如说哈 我说 我让这个老师 他教我干嘛呀 叫做get a teacher to go 是吧 我再比如说哈 我让这个会议进行起来 get a meeting to go 我让整个事情啊 整个活动运转起来 get an activity to go 所以在这里 我们get something to go 我们只需要把中间那个词换掉 只要是让它运行起来 做 把事做起来 我们都可以用它 OK 好看第二句子 我的表不走了 你看你的表不走了 跟那个车不走了 跟那个船不动了 是不是一样的呀 所以直接选一个词叫做go my watch will go 搞定了 好来两个句型 和新闻老师一下 读一下吧 I can't get a copier to go my watch won't go 非常好 来咱们看它的最后一个用法 表示移动的结果 我们有移动的过程 当然也有移动的结果 表示相配 some colors go together and some don't 有些颜色呢 能够走到一起 而有些呢 走不到一起 是吧 我说我跟这人特搭 就是我跟这人能走到一起嘛 we go together right 我们不搭呢 we don't go 就这么简单 能走到一块就是搭配 走不到一块就是不配 这是一种go的结果 好 所以我们放到一起啊 跟新闻老师一起读一下 some colors go together and some don't 对不对 你看我给你这个色谱 蓝色调蓝和紫 是不是特别搭呀 红色调 红和橙是不是特别搭呀 蓝色调蓝和绿 是不是特别搭呀 每一个色系 都有它对应的一个颜色 当然了 我们把color 换成人 是不是也行啊 some people go together and some don't 有些人特别搭 有些人他不搭 来 咱们继续往后走 这呢 可以我们在购物 或者逛街的时候 给朋友这样一个建议 hey where's something else this won't go 你穿点别的吧 这件真不行啊 它不搭 它跟你走不到一块 对吧 打个比方 我今天穿了一个帽衫 然后我下面 非要穿个裙子 oh my god try something else this won't go 这可真的不搭啊 所以这句话 你可以用来 给别人提建议 好 那刚刚我们学习了go 叫做搭配 如果是和谁搭 怎么说呢 诶 后面加一个with 就可以了 看我的解释 if one thing goes with another they suit each other or they look or taste good together 就是a跟b 如果能走到一块 那就说明 他们适合彼此 或者他们看着 或者尝起来 诶 在一块是不错的 不管是味道 还是这个外形 都是挺搭的 好 咱们看句子 this necklace goes well with that skirt 说这项链呀 和那个裙子特别搭 this necklace goes well with that skirt ok 我们再比如说 我说 这个姑娘 跟那个男孩挺搭的 this girl goes well with that boy 是不是 我们说什么 家偶天成 什么天到地设的一对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词 好 来继续往后走 我们现在来听一个原生片段 really doesn't go with your shoes really doesn't go with your shoes it really doesn't go with your shoes 这个是真朋友 是吧 真朋友提真建议啊 他说呀 他跟你的这个鞋子 走不到一块 就是跟你的鞋子 他不搭 好 来 咱们继续啊 这件粉色 连银行和这包包 它相配吗 它搭吗 怎么说呢 let this pink dress go well with this bag 是吧 搭不搭 你问别人的话 你就用一个疑问句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 我在找一条 和我礼服相配的领带 I'm searching for a time 领带 to go with my new gown 和我的这个新的礼服 所以go with这个搭配啊 我们最常见的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衣服的一些搭 帽子和鞋子 领带和衣服 然后帽子又和裤子 什么的 所以呢 在生活中 如果你和外国朋友 平时有这种购物的场景 或者他家里的场景 或者平时呢 朋友找你去咨询一些 这个穿搭的建议 我们第一时间 想到就用go with 两个单词 虽然都特别简单 都是小学词汇 但是用起来 特别特别好用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和go相关的一些 实用表达吧 第一个 go over 表示检查或者温习 为啥呢 咱们来看画面啊 go呢 表示的是整个运行的 一个过程 是不是 持续 over是表示越过 你想啥叫复习啊 我拿了一本书 是不是 go呢 是一直往前看 看完了之后呢 翻过这一页 再看这一页 go是往前看 看完了以后 over over 翻一页 又一页 是不是画面 已经出来了 好 所以go over 越过 然后又翻过来 叫做复习温习 来 咱们看句子 please go over the details of the contract 一定要看一看 这个合同的细则 你要反复的 先go一go 然后再over over 是吧 我们说反复的斟酌呀 什么的 反复的思考 都会用到这个词over 因为它就是反反复复的 跳过来跳过去 好 再看句子 go over your work before you had it in 在你双手 把它交上去之前 你一定要好好的 仔细的检查一遍 好 所以在这儿 我们go是看 over是反复的 看的就是检查咯 好 两个句子 我们再来一次 不管是跟合同 还是跟你的这个作品 作业连用 我们都特别喜欢用这个词 好来 please go over the details of the contract go over your work before you had it in 来咱们再继续 go off go off表示 熄灭 我们看句子 all the lines went off 所有的灯呢 都熄灭了 那么你知道 off这个词是表示离开 对不对 go呢是往前进展 进展进展的 就离开了 叫做熄灭 all the lines go off 那么过去是 go变成went 就可以了 好咱们再看啊 变质 什么叫变质呢 你看 食物都是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的 对吧 比如说一个苹果 先是青苹果 然后变成红苹果了 然后慢慢的腐烂变质 最后变成一个发霉的苹果 所以它是不断的经过 它的演变 就是go 最后off掉了 就是枯萎掉了 就是死掉了 所以连倒计 don't eat that it's gone of 它已经变质了 这个意思呢 它其实相当于不是it is 是it has gone of 它用那个完成词 表示的是一种 对心爱的影响和结果 好来 两个句子跟我一起读一下 all the lines went off don't eat that it's gone of 很好 来我们听一个远生片段 the breeze going on the breeze going on 好 两人在吃东西呢 然后女士呢 跟男士说了一句 说这个奶酪呢 正在变质 goin' off 好 所以你吃的是 你发现味儿不对劲 它很奇怪 坏了 你就可以说 something is goin' off 然后我们再听一遍 the breeze going on 好 那么口语当中 我们经常听到的人说 hey go ahead 是啥意思呢 go呢是往前 ahead还是朝前 对吧 朝前发展的就是什么 问吧 是吧 我的嘴已经在这了 我说我能问吗 你说go ahead 你的嘴往前放吧 就是问啊 比如说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sure go ahead 对吧 问呗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啊 口语当中 我们也经常会说一个 something to go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外卖或者打包 来咱们看句子 I like a cup of latte to go please 我要一杯拿铁 然后干嘛呀 要带走 to go 就是要拿走 那么和它相对应的是什么呢 叫做for here 在这儿喝 就是堂食 所以我们经常啊 在这个跨餐厅 比如说像肯德基啊 麦当劳啊 必顺客 还有一些这个咖啡厅 比如说星巴克 Costa 他都会问你一个问题 他会问你说 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在这儿吃糖食 to go 是打包带走 很好理解啊 对吧 to呢是表示 to do something 为了什么 将来是 那么to go呢 就是打包带走咯 好 来啊 我们接着往后走 go on go on是表示继续 go呢是向前发展 on是落在什么上 对不对 那么落在一个事态上 那么就是继续咯 来 咱们看句子啊 he went on and on until the school bell ran 他一直不断地 唠叨个没完 直到这个上课链响了 那么在这里 我们虽然没有说 嘴这个东西哈 但是这个人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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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说 哎 这个画面感情 已经出来了 嗯 go on what happened then 哎 你继续说呀 接下来又发生啥了呀 你倒是说呀 对不对 所以在此情况下 我们go on 一般呢是表示 如果是嘴的话 就是喋喋不休 如果是别的动作的话 那就是继续往前再发展 OK 来 今天呢 我们所有的内容都讲完了 最后还是用一个小故事 把我们今天的内容 进行一个收尾 好 Ada和Betty的一个对话 她俩在聊学校的一些事 Ada说 哎呀 Betty你看你论文弄的咋样了呀 弄的怎么样 是不是进展怎么样呀 看你go怎么用啊 她说还可以 我能去拿点吃的吗 当然了 去拿吧 你在看啥呀 哦 关于如何参加面试的讲座 哎呀 讲得没完没了 喋喋不休 我们是不是刚说完 怎么写 你自己想想啊 好对了 你的简历弄得怎么样了 哎 简历弄得怎么样了 对不对 哎呀还没完呢 这天我真的很忙 就是我一直在干嘛 让自己落在了这个状态上 对不对 想想怎么说啊 呀 也许我可以帮你 让我试试吧 让我就是 去冲一下 对吧 那个真的太好了 好 你先暂停五到十分钟 自己试着写 写完之后 听我来跟你讲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看第一个句子 Hey Betty How did a paper go? How did something go? 就是什么东西 进展得怎么样了 比如说 How did a party go? 哎 这个聚会进展得怎么样了 How did a meeting go? 这个会议进展得怎么样了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说的是 How did a paper go? 就是论文 好继续啊 Not bad 还行吧 Can I go grab something to eat? Go grab something to eat 去抓点东西来吃 Grab这个词也特别形象 它是那种抓一把 它不是那种往这一坐 哎呀 是吧 女士穿着这个礼服裙 然后男士穿着厌尾服 不是那种啊 就随便 冲个鸡 塞个牙缝 垫垫肚子 这个叫做 去抓点东西吃 叫 Go grab something to eat 好 Ada说 Sure go ahead 当然了 去吧去吧 可以的 没问题 好啊 那么她说 Hey what are you watching? 回来一看 自己朋友 哎 看 干啥呢 是吧 她说 A lecture about how to attend an interview 就是关于如何参加面试的一个讲座 It just goes on and on 哎呀 我跟你说这个家伙 没了是吧 你们如果有上网课的经历 这个网课时间如果稍微长 是不是觉得很头大呀 就这种感觉 来 Oh by the way How did your CV go? 你的这个简历怎么样了呀 就是进展的怎么样了 Go 它说 It's not finished yet I've really been on the go these days 一直忙个不停 就是落在了这个上面 Maybe I can help you with it 或许我可以帮你咯 Give me a go 让我试试呗 That would be great 太棒了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对话 记单词和行为老师 一起来感觉一下吧 来啊 咱们看一下 Ada和Betty的对话 把你自己带进来 我们没有中文了 你只看着英文 你还能不能想得起 它的中文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咯 Hi Betty How did the paper go? Hmm, not bad Oh, can I go grab something to eat? Sure, go ahead What are you watching? On a lecture about how to attend an interview It just goes on and on By the way, how did your CV go? It's not finished yet I've been really on the go these days Oh, maybe I can help you with it Give me a go That would be great 好,那么我们关于go的内容 就全部学完了 不管是位置的改变 还是发出声音动作 又或者是表示变的什么 运行 以及我们最后学习的相配 都是这个词 从这个go go go 引申出来的一些画面和意思 只要你掌握了最终的这个核心画面 我们都不在话下 那今天呢 我们学习了go 和它一起搭配的这个weave 我们经常用weave和是谁一起啊 它真的只有weave和这一个画面吗 那它又是怎么去使用的呢 下节课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超级单词weave 和其他动词的一些搭配吧 好的 小词有大诱 英语大不同 我们下节课不见不散 See ya